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徐阿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让你这儿等了 我来了 没事 喝点水吧 不用了 我待会儿有个集体活动 马上就要回去的 那 沙沙还好吧 挺好的 这是我给浩浩的学费 一共是这一项 上次我们说好的 您先拿着 浩浩在这儿读书也挺喜欢的 你昨天是怎么搞的 怎么了 你怎么能让王会长给我 你怎么会让我 对不起 阿姨 我是怕团里的人看到我 才叫他给你的 昨天一晚上也没睡觉吧 没关系 阿姨 如果你想去看浩浩的话 我会叫阿王会长送你的 不用 我今天可能也没时间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沙沙 沙沙 你就放心吧 我会替你看着的 好 老书记 吃饭呢 老书记 我们该吃饭了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走吧 走吧 走吧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几个洗脏的 那倒也是 那老太婆怎么还没起床 她不是还在你的房间吗 是 是 是 我是说她怎么还没来啊 董会长 今天都安排了哪些活动 是这样的 上午呢有一个商榜抢栏会 那么就在酒店里 而下午呢是剧团女同胞啊自由购物 政府团呢我们在安排游览红墨坊 那里的歌舞啊 可是和欧美同步上演的 音乐和舞蹈也都是世界一流的 值得一看 是吗 可我听说那种地方不适合我们参观 不会 罗书记 省里领导都去了 还说参观以后啊启发很大的 你也应该去看一看 那好吧 带云 你刚才说的话啊 能负法律责任吗 当然 我早就料到她会来这一招 过河拆桥 这一笔一账 我都记在心里 好的 一旦查实以后 我们一定会遵守对你的承诺 但是在这段时间 你要认真地服从管教 尽量详细地回忆细节 有什么新的情况 随时向我们汇报 清楚吗 清楚 领导 我什么时候能放出去 我上有老 下有小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们家里有几个人 难道我们不清楚吗 你还是把问题说清楚吧 听见没有 行 老队 看起来情况差不多了 我设计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三夫 这样更好 两夫妻都不在 我们的调查可以更充分一些 还有从机场反馈回来的情况 邝文龙也到了新加坡 是冯天走的 不过 不是同一行 真是不惜邪格 是 我们马上回去 向警察辆会报一下情况 好 走 老书记晚上酒喝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 老书记怎么样 老书记太亮了 慢点 慢点 没事没事 注意降下 快点 好不意吧 你你你你 吴叔姐 要不还是扶您回房间休息吧 不用 我自己行 还是送您吧 我自己走走 能行吗 你们都回去 我到外面 醒醒酒 那咱们也走吧 也走 那天晚上后来 你们去哪儿了 回房睡了 你说谎 你根本没有回自己房间 知道了你还问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烦不烦 你就那么讨厌我 我们以前也是这么吵的 你不要再提以前事行吗 我不想听 那好 那现在呢 昨天我们也 你不要再提了 爸 你让我一个人 亲近一会儿行不行啊 来 朕叔叔 你怎么了 朕叔叔啊 没事 我喂病犯了 我扶你回房吧 房间有药吗 有 不要紧 一会儿就好 都是喝酒喝的 你瞧你 真是的 怎么又喝那么多酒 今天高兴吧 来 拨一下 小心点 来 小心 老叔叔 您先歇着 我帮你找药去 药在皮包里 行 我先洗把脸 别别别 您先躺着 我帮你找药 先吃药了 来 老叔叔 小心 老叔叔 要不我把阿姨找来 不用叫他 我已经好多了 昨天有些话 我还没跟你说完 什么话呀 其实 我和你阿姨之间 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好 我知道 老叔叔 让我好好看看你 你真像你妈妈 真像 当初 罗叔叔 我知道您不顺心 你不要讲了 任何不顺心 我 我 可以 管器 你 simplacked 你不能拍摄 你大概要恨 你不顺心 我 你 freezing the 他 你来啊 你看这 我 你不会有什麼 我 你不知 康慧容怎么不在啊 没在这个横班这儿 那个是谁啊 哪个 那个漂亮的 老王 拍这样的嫌趣啊 怎么了 不漂亮啊 漂亮 林莎莎 她是试歌舞团的金花 而且还是罗书记的干侄女 不过更多人知道她 是因为她开了一辆宝马跑车 她就是林莎莎 对 老陆 白水洋工程的竞标 市里领导谁去啊 可能是为副市长吧 具体安排我也不大清楚 反正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你什么意思啊 白水洋工程你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这个工程和相关的商品房一起开发 那是上亿的投资啊 那是个大工程啊 你怎么可以不去呢 你的意思说 我飞去不可了 我没这个意思啊 书记是你当的 去不去有你 那好吧 你今天态度怪怪的 你这是怎么了 我看你怪怪的 我去也不对不去也不对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管 我就是提醒给你一个建议 我提醒提醒你这个梦中人 还有吧 还有什么 那个狂文龙 是不是又托你了 你还记得 前两天他特意到新加坡去了一趟 给儿子送了奖学费 什么 你说他钱了 那有什么 他现在和莎莎的关系 那就是我们的亲女婿了 那他给弟弟送点钱 这有什么关系 你真想害死我呀 你拿了多少钱 马上退回去 姨儿 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竞标会 往这儿不能去了 我早就知道你也去了新加坡 是吗 文龙 老实交代 你去新加坡干吗了 我能去带什么呀 也就是给你干爹的宝贝儿子 送点学费呗 他的学费让你去送啊 后天工程不时就要竞标了吗 这个项目的利润可是上千万的 你说穿了 还不是为了自个赚钱 文龙啊 你到底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干什么 童资呗 做更大的公司 上市 你说这些不需要钱行吗 那现在工程怎么样 要是许位 这等着后天啊 喂 什么 他不参加竞标会了 好 等我一下 先送我去办公室 怎么了 有点事处理一下 现在情况是有了变化 按照东西先上车 正通呢 带人了 这次啊 弄这些招牌可花了大功夫了 正着熬了十五个周夜 文字叮的虫子咬的 可是吃了不少葡萄 那么多废话 来个价呢 两万 两万 只要值两万我就给你两万 好 老师姐来了 来 坐坐 黄文龙 你想干什么 老师姐 您先别弄 有话咱们坐下来聊 坐坐坐 老师姐 您先消消气 我也是出于无奈 为了这个白水洋工厂 我已经花了好几百万了 你说我明天要是拿不下这工厂来 我 我可真的要破产了呀 这几百万 是我叫你花的 可是现在这世道 老师姐 您应该比我清楚 你说不花钱 怎么能拿到工厂呢 这是偏见 如果都像你这样搞工程 不仅败坏党风 工程也搞不好 罗书记 您这地儿唱的未美有点高吧 您是保汉不知道恶汉机呀 这次白水洋工程 就得搞公平竞争 我已经跟徐黎说好了 他从你这里拿的钱 如数还你 好 钱可以退 老师 你看这个打算怎么办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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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把莎莎当做单女儿 我们没有你想的王子 你想怎么样 我想干什么 你不是没那么脏吗 那好啊 我把这照片送到试剧委去 你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很简单 帮我把白水洋工程拿到手 好 明天我去 帮你做做工作 好 只要我拿到这个工程 我就立马销毁这支照片的底片 明天是白水洋工程竞标的日子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这次竞标 很有可能和前两次传标一样 子强 具体的你说一下 好 我来说一下啊 这里呢 是明天参加竞标单位的名单 和前几次基本相同 不过这里面有两家公司值得关注 一家是宽文龙的公司 它在前几次的竞标过程当中 都是以略高于标的价格进得 另一家公司是油龙开发公司老百姓油 也曾经进得过两次工程 两次竞标成功以后呢 它都向宽文龙跪过去 一比八十万 一比六十万的资金 每次竞标得手呢 两家公司都会产生这样的资金来往 这一点需要我们密切注意 本次竞标本是白水洋拆迁 改建景区商品旁开发工程 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 目前呢我们收到本市 以及其他地区的投标标书 共计十八份 稍后我们将当场揭晓 获得本次工程的重标单位 快快快快 接下来就给我马上做出来了 怎么那么慢呢 走 走 走 快走走 我荣幸地宣布 本次中标的是 江州市天龙城市开发公司 祝贺 下面有请江州市委副书记 罗田玉同志 为天龙公司单发进场金钥匙 并签订协议书 大家欢迎 这次我开出的标价是多少 九千八百八十万 两张 你查一下标的 九千八百万 才做个八十万 那邮龙公司的金钥区价是多少 九千八百五十万 这就对了 我们走吧 立志强 你怎么说是对了呢 宽文龙开出的价格是九千八百八十万 对吗 而邮老板开出的价格比他低三十万 这合理的解释 就是宽文龙把邮老板耍了一把 这中间肯定有人把错误信息告诉给了邮龙公司 按照常规呢 宽文龙知道标的以后 只要多加三十万就够了 这是惯例 从前几次招牌的情况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这次 是块大肥肉 宽文龙他不会撒手的 那这个人是谁呢 不知道 要是知道这个人是谁 就可以突破所有的连接点了 我选了 这个人 应该就在邮龙的身边 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现在我宣布 全公司休假三天 我带队玩三天 所有的费用 全部由公司报销 怎么样 好 快 你看这邮老板那里 是不是要抓紧见个面 让你看 让我们放假回来再说 这 会不会有后遗症 啰嗦 不就是多出几十万吗 到时候再说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 查清楚天龙公司 这几天的资金流向 尽快找出来这个穿针引线的人 还有 对 重点查一下天龙公司 是不是有这个经济实力 来承担这项工程 会不会像前两次一样 转手倒卖 赚取巨额差价 我建议啊 我们应该秘密地调查 尤龙公司 尤老板的行动 他在今天输了以后 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莎莎 嗯 车停在下面 太显眼了吧 怎么 晃一眼了 要不我现在把你推走 真的不必 莎莎 有件事情 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 和你阿姨离婚 为什么 别问了 我已经决定了 龙叔叔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老妈没有饭了 没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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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请坐 好好好 先生 请倒茶 好 目标已经出现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注意监视 明白 请喝茶 请客人来齐了吗 需要点菜吗 看好的菜单叫你 好 这是我们餐厅的菜单 好 谢谢 有事要叫我 好的 邝总让我来 跟你交换一些意见 他自己为什么过来 我听说你们公司都放假了 是的 是吗 我想先听听邮老板的意见 真的啊 那咱们便吃便说吧 徐阿姨 您总算来了 不好意思 让你亲自跑一趟 没关系 听说你们要放假庆祝一下 是 我们去一趟芭蕾岛 您参加吗 我不去 太远了 不过 你不要太得意忘形 尽量把善后的事做得干净一点 明白吗 明白了 好 钱我已经存在好儿户头上了 您收着吧 好的 收干女婿的钱 我这个做干妈的 还是问心无愧的 你几天以后回来 估计最快也到后天上午走 办手续特麻烦 你到公安局去做点关系 让他赶快弄出来吗 不是 这批证件必须到省里去批 所以很麻烦 这个事我可帮不了 对了 我交代你的事 知道了 莎莎去吗 还不知道她去不去呢 怎么啦 隆叔叔 没事 没事 隆叔叔怎么啦 隆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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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律师算了没有 白水洋这一单 荒文龙一专手 能赚多少 隆老板 当初的核算 我想 你心里是清楚得很呢 靠关系拿下工程 转手倒卖 就可稳赚上千万 这个时候 就恨爹妈不是皇帝喽 隆老板 按照以前的惯例 我想想也是说得过去的 要不尤总 你给开个家 我不是钻在钱眼里的人 现在我也不缺钱 何律师 还是你说吧 我知道 你在罗书记那儿 也是花了不少本钱的 你错了 我和罗书记从小学就是同学 这一点我了解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问邝总 不就是认了这个干妈吗 不瞒你说 我们这次的成本投入 是钱所不有的呀 你相信我 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我们换讲理解啊 你看 能不能在一百万之内考虑 我是赵小英 请讲 我是方队 罗田玉突然生病 刚刚送到人民医院正在抢救 你们能不能马上派人过来 好的 我马上通知李处 老王 这里麻烦你盯一下 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去吧 好 是吗 是吗 好 我马上过去 刘姐 我是林四强 紧急情况 罗田医突然病倒原因不明 我现在去医院 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好 你马上赶到医院 有必要的情况下 就采取措施 我向张书记汇报一下 随后就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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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 你去医院 放心 我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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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 罗叔叔叔怎么样了 来 你让我进去 对不起 医生吩咐了 谁都不能进去 我是他的家属 我应该进去的嘛 对不起 来来来来来 罗夫人这样来 说起不会有事 你放心吧 先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 怎么办 别着急 不会有事 你放心吧 来 罗队 医生呢 全在里面 什么时候好 不清楚 只有等了 现在召集我们医院 参加救治的 主要医生开会 主要也是同意一下思想 下面请留点讲话 同志们 这么晚了把大家叫来 我非常抱歉 下面我讲一下情况 我们根据 省检察院的决定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对罗天宇同志 进行审查 刚才我也问了 专家跟医生 我们决定 对罗天宇同志 审查跟治疗 同步进行 根据我市的医疗条件 省里决定派 专家组到我市来 在他们没有来之前 你们在座的都是 专案组成员之一 一方面 希望你们尽力的救治病人 另一方面 也希望你们严守进入 防止不法分子的进入 在救治病人的同时 也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 做好病人的思想工作 从现在起 我们对病房事情 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所有人员 凭证件出路 好吧 主强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没有 那你们马里呢 汪队 你把证研的使用情况 向大家说一下 好 医生 徐丽 我们是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因为你涉嫌罗田云受贿一案 所以对你实施拘留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你有权请律师 为你提估法律帮助 听清楚了吗 我是市检察院九二六专案组的 请到检察院协助我们调查 请 关一局 院长 罗田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刚刚去看了 现在比较稳定 我们的诊断倾向是胃癌晚期 可以确诊吗 应该说没问题 我可以和他交谈吗 现在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也受不了很大刺激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不行 你帮助在一个生命中 那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打死了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王 别笑我罗叔极了 我明白 这一天 我已经等得很久了 我知道 我是个罪人 罗叔极 先不急说这些 不 我要说 我要说 我希望 我希望 你们能把录像 放给徐丽看 徐丽 这是老罗给你的 你好好看看 徐丽 我把事情 都讲了 我希望 你能配合检察机关 把事情说清楚 对不起 当得培养 对不起 你呢 你的事情 我知道 既有领导也清楚 你呢 还是 先养病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清楚 一年前 我就知道了 我贪污收费的钱 都被我老婆 都被我老婆 藏在保险屋里提 我贪污收费的钱 要是在家里 跪得上 第三个重地 密码是 我老婆的生日 这些钱你都知道 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我没有管教号 我的假认 对不起 罗罗啊 其实 你就实实求是地说吧 不要冲打仗 刘姐 我不想多说我的妻子 也希望 你不要难你的 我是一个 就要死的人了 我希望 家里能有个人 撞啊 田园总之 今天咱不谈这些了 你还是 把病咬好再说 好吧 死定了 死定了 我希望 你能重新出去 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好媳妇 老婆 老婆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 我 是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贪婪的妻子占了贪官背后的女人的大多数 凡夫真正要做的首先是防威杜剑